刘备在返口,日浅罗利于水赐后望全军。 利望江渔船,持往白贝,贝浅人未劳之。 于曰,有军刃,不可得尾数,躺能屈威,臣妇其所望,被乃臣丹葛网见于问曰,京聚曹公,身未得己。 战促有己。 于曰,三万人,被曰,恨少,于曰,此自足用,欲周但关于破之,被欲呼鲁素等共会语,于曰,受命不得望尾数。 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被生窥喜。 禁,于曰玉于赤壁。 至少,于曰,于是带队路上百分之。 至少,于曰玉于赤壁面不 antes。 十操军众已有吉义 初一交战 操军不立 引刺江北 于等在南岸 于部将黄盖曰 今寇众我寡 难与持久 操军方连传箭 首尾相接 可稍而走也 乃去蒙冲斗箭十艘 载造敌 枯柴 灌游其中 果以帷幕 上剑荆棋 欲被走割 细于其尾 先以书一操 乍云欲降 时东南风急 盖以实践醉着前 终将举番 于传以次俱进 操军力士皆出盈利官 只言盖将 去北军二里鱼 同时发火 火烈风猛 船网如箭 烧进北船 沿急岸上迎落 请知 烟烟张天 人马烧逆死者 盛重 于等绿清锐 祭其后 雷鼓大进 北军大坏 操影军 从华戎道不走 御泥宁 道不通 天又大风 西使雷兵赴草田之 其乃得过 雷兵为人马所导集 献泥中 死者胜重 刘备 周于水路并进 追操至南郡 石操军兼以基义 死者太半 操乃刘真南将军曹仁 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 折冲将军越境守襄阳 引军北海 周于 陈浦江树万众 与曹仁阁将卫战 甘宁请先进进取怡陵 往 吉德其臣 应入首之 一周将习宿举军将 周于表移宿兵 一横野中郎将吕蒙 蒙圣称 素有胆用 且木化远来 鱼翼翼翼 不宜夺野 全善其言 还素兵 曹仁浅兵为甘宁 宁困吉 求救于周于 朱江以为兵少不足分 吕蒙为周于 陈浦曰 流陵攻击于江陵 蒙宇军行 解为士吉 士义不久 蒙宝攻击能时日守夜 于从之 大破人兵于怡陵 或马三百匹而孩 于是将士行事自备 于乃渡江 顿北岸 与人相聚 十二月 孙权自江为合肥 使张昭公九江之当途 不可 刘备表流其位荆州刺史 隐兵南迅四郡 武林太守金炫 长沙太守韩玄 贵阳太守赵范 林林太守刘杜接将 卢江营帅雷旭律部驱述万口归备 备以诸葛亮位军师中郎江 使都林林 贵阳 长沙三郡 调其赴税以冲军时 以偏将军赵云领贵阳太守 一周目留张文曹操克荆州 浅别驾张松致敬于操 松为人短小放荡 燃石达金果 操石已定荆州 走刘备 不复存路松 主不扬修白操辟松 操不纳 松以此愿归 劝刘张绝操 与刘备相结 张从之 习早迟论曰 习其还一经其功 而盼者九国 曹操赞自交法 而天下三分 皆秦之于数十年之内 而弃之于 抚养之请 岂不惜乎 曹操追念田仇宫 曹操追念田仇宫 恨前听其让 曰 是成义人之志 而亏王法大志也 乃父以前掘封仇 仇上书沉沉 以死自恃 操不听 欲饮拜之 至于数四 终不受 有私何仇 眷戒为道 苟立小结 以免官家行 操下世子及大臣伯矣 世子批矣 仇同于子文辞路 游须逃赏 遗物夺以忧其节 上书令寻遇 私利孝未忠咒 亦以为可听 操犹欲侯之 愁宿与下侯敦善 操使敦自以其情欲之 敦就愁宿而劝之 愁揣之其旨 不负发言 敦临去 故要求 愁曰 愁 负义逃窜之人耳 蒙恩全活 为信多矣 岂可迈卢龙之赛 以亦赏路灾 纵国私仇 仇独不愧于心忽 将军亚之仇者 由父如此 若必不得已 请愿笑死 吻守于前 言未醋 替气横流 敦据以达操 操溃然 知不可屈 乃拜卫一郎 操幼子仓书醋 操伤习之神 司空愿 丙原女早亡 操欲求 与仓书合葬 原辞曰 驾伤 非礼也 原之所以 自容于民宫 宫之所以 待原者 已能守训点 而不亦也 若听民宫之命 则是凡雍也 民宫焉已为灾 操乃至 孙权使威武中郎 将贺乞讨丹阳一 射贼 依帅臣仆 祖山等 二万户屯林立山 四面碧立 不可得功 均驻今月 其樱目清洁事 于隐显处 也以铁戈拓山前上 现步以原下人 得上者百余人 另分布四面 鸣鼓角 贼大惊 守陆者皆逆走 还依众 大军应事得上 大破之 全乃分其地位 新兜郡 以其位太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 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六十五资质通箭 卷六十六汉记五十八卷六十七 姐妹计划 数据像 企图维持愤弱 近朝阳大荒落 返五年 资质通箭第零六六卷 汉记五十八 企图维持愤弱 近朝阳大荒落 返五年 孝宪皇帝 新建安十四年 己丑 公元二零九年 春 三月 曹操君治桥 孙权为合肥 久不下 权绿倾其欲申网突敌 长使张宏建曰 夫兵者凶器 战者为事也 金徽下是胜壮之气 忽强暴之鲁 三军之众 莫不寒兴 虽展将千骑 威震敌场 此乃偏将之刃 非主将之一也 愿一奔 欲之勇 怀霸王之计 全乃止 曹操前将军张喜将兵解为 久而未至 杨州别价处 杨州别价处国 讲记密白刺史 伟的喜书 云步骑四万亿道鱼楼 前逐步迎喜 三步史记书 三步史记书与城中守将 一步的入城 二步为全兵所得 全信之 巨烧为走 秋 七月 曹操迎水军自窝入淮 出肥水 军合肥 开勺杯屯田 冬 十月 荆州地震 十二月 操军海桥 卢江人 陈兰 梅臣拒前 六盼 操遣荡寇 将军张辽讨斩之 应使辽于乐静 礼典等将七千余人 屯合肥 周瑜 公曹人 岁于 所杀伤 甚重 人为 沉走 全已于 岭南郡 太守 屯聚江陵 陈浦 岭 江 下 太守 至沙 至沙 至沙县 旅范领 彭泽太守 旅蒙领 巡洋令 刘备 刘备表权行车 骑将军 领徐周末 会 刘其促 权已被领经周末 周瑜 芬南岸的 已给备 被利盈于游口 改名公安 权已 魅七备 魅才杰刚猛 有诸凶风 势必摆于人 接直刀势力 被美入 心肠领领 曹操密浅 久江 讲干 网说 周瑜 干 以财 变 独步 于江 怀之间 乃不 依葛 经 自脱 私行 异于 于出 营之 立位 干 曰 子 亦 良苦 远舍 江湖 为曹 氏 作 说 客协 因 言 干 宇 周 官 营中 行 是 仓库 均 生姿 气 仗 气 海 饮 验 是知 是者 服侍 真丸之物 因未干 曰 丈夫 楚 世 欲知己 之主 外脱君臣 之意 内截骨肉 之恩 言行 寄从 或服供之 甲 史 苏 张 贡 生 能以其 亦呼 干 淡 孝 忠 某所言 海白 糙 称于雅量 高 智 非言 此所能 兼也 咯 你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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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减肃过中 自已处身则可 以此格物所施或多 经朝廷之义 立有者心一 成好车者 为之不轻 形容不适 依求必坏者 为之连结 致令世代夫故污辱其一 葬其余福 朝府大力 或自窃胡孙已入官司 夫立教官俗 贵除中庸 未可济也 经从一概难堪之行 以简殊途 免而未知 必有疲瘁 古之大教 物在通人情而已 凡击鬼之行 则容隐为矣 操善之 孝宪皇帝 新建安十五年 根营 公元二一零年 春 下令曰 梦工作未兆 未老则悠 不可以为腾 薛大夫 若必连世 而后可用 则其还其何以罢事 二三子其左我名羊 则容则漏 为财事举 无得而用之 二月 以四朔 日有时之 东 曹操作同掘台渔业 十二月 几亥 操下令约 孤始举孝连 自以本非言学之名之事 孔为世人之所凡于 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誉 故在济南 除残趣会 平心选举 以世为强好所奋 孔至家祸 故以并还乡礼 十年纪尚少 乃于乔东五十里 驻经舍 欲秋下读书 东春涉猎 为二十年归 待天下清乃出世耳 然不能地如意 真为典君校尉 亦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 使提木道言 汉顾珍惜将军曹侯之墓 此其置也 而遭只董卓之难 新举一兵 后领远周 破降黄金三十万众 又讨极元术 使穷举而死 催破元少 萧綦二子 附定刘表 遂平天下 身为宰相 人臣之贵 以及 亦旺已过矣 涉使国家 无有孤 不知当己人称帝 己人称王 或者人见孤强盛 又信不信天命 孔妄相存夺 言有不逊之志 美用耿耿 故为诸君臣道此言 皆甘力之要也 然遇孤便而为 捐所点兵 众以孩之事 归咎五平侯国 时不可也 何者 陈孔己离兵为人所获 既为子孙继 又几败则国家轻为 是以不得目须名 而处时或也 然间封四县 十户三万 何得堪之 江湖未尽 不可让位 置于一土 可得而辞 经上还阳下 这 苦三县 户二万 但十五平万户 且已分损磅亦 少减孤之则也 刘表顾历世 多归刘备 备以周瑜所给地少 不足以荣其重 乃自亦经见孙权 求都督荆州 于尚书于全曰 刘备以萧雄之姿 而有关于 张飞雄虎之江 必非九屈为人用者 愚为大忌以喜悖至无 甚为助攻势 多其美女玩好 以于其耳目 分此二人各至一方 始如愚者得邪与攻战 大事可定也 经伟歌土地以资业之 据此三人聚在江场 恐蛟龙的云语 中飞池中物也 屡犯亦劝流之 权以曹操在北 方当广懒英雄 不从 背孩公安 久乃文之 探曰 天下智谋之事 所见略同 时恐明见孤莫行 其亦亦律此也 孤方为己 不得不枉 此臣显途 待不免周瑜之首 周瑜一经见全曰 今曹操新政 幽在复兴 未能与将军联兵相视也 其与奋威俱进 取蜀儿并张鲁 应留奋威固守其地 与马超结缘 于海与将军聚襄阳以促操 北方可徒也 全许之 奋威者 孙兼弟子奋威将军 丹阳太守于也 周瑜还将临未行装 于道病困 与权兼约 修短命矣 臣不足席 但恨为智未斩 不赴奉教命儿 方今曹操在北 将场未尽 留被祭御 有似仰虎 天下之事 未知忠实 此朝事干时之秋 至尊垂律之日也 鲁肃忠烈 灵氏不苟 可以待于 躺所言可采 于死不朽矣 醋于八丘 全文之哀痛 曰 恭敬有王左之姿 惊呼短命 孤河赖哉 自迎其丧于吾胡 于有一女 二男 全为长子登取其女 以其男寻为其都为 妻以女 应为新夜都为 妻以宗女 初 于见有于孙策 太夫人又始权以凶奉之 事实权位 为将军 朱江 宾客为李上俭 而于独仙静静 便值臣节 臣朴婆以年长 树林五余 于折节下之 忠不于孝 朴后自尽福而轻重之 乃告人曰 与周公紧交 若隐纯牢 不绝自罪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权以鲁肃为奋五孝位 带于领兵 令臣朴领南郡太守 鲁肃劝权以荆州界刘备 与共聚曹操 全从之 乃分御章为帆阳郡 分长沙为汉昌郡 赴以臣朴领江夏太守 鲁肃为汉昌太守 屯禄口 初权为吕蒙曰 清经当途掌事 不可不学 蒙慈以君中多物 全曰 孤启玉清至精卫博士邪 但当涉猎 见往事儿 清言多物 孰若孤 孤常读书 自以为大有所益 蒙乃使旧学 即鲁肃肃过寻扬 与蒙论意 大经曰 清经者才略 非赴无下阿蒙 蒙曰 是别三日 即更刮目相待 大凶何见世之晚乎 宿岁拜蒙母 皆有而别 刘备已从事旁统守累扬令 再献不至 免官 鲁肃夷备输曰 旁是原非白理才也 始处至终 别嫁之刃 始当斩其寄足尔 诸葛亮一言之 被剑筒 与扇谈 大气之 遂用筒为至忠 清呆亚于诸葛亮 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 出 苍无事谢位 交指太守 交周次使诸服 为疑贼所杀 周郡扰乱 谢表奇第一领和普太守 领九真太守 五领南海太守 谢体气宽厚 中国人士多网一之 雄长一周 偏在万里 威尊无上 出入一位甚甚 政府百满 朝廷浅南阳张 经为交周次使 经好鬼神士 尝着将帕头 古琴 烧香 读道书 云可以注化 为其将驱警所杀 留表浅 灵灵赖宫代经为赐使 适时苍无太守 使皇死 表又浅无拒待之 朝廷赐谢喜书 以谢位随南中郎将 董都七郡 领交指太守如故 后据与弓相失 据举兵逐弓 弓走还灵灵 孙权以翻扬太守 灵怀部至位 交周次使 是谢绿兄弟奉承节度 无拒外赴内围 至幼儿斩之 威声大政 全家谢左将军 谢遣子入职 游士领南使服属于全 孝县皇帝 新建安十六年 新卯 公元二一一年 春 真月 以曹操 世子批为五官中郎将 至官署 为臣相父 三月 操遣司立校尉中 咒讨张鲁 使珍西护军下侯渊等将兵出河东 与咒会 仓草属高柔建约 大兵西出 寒碎 马超一味袭几 碧香山洞 宜先召集三府 三府够平 汉中可传席而定也 操不从 官中诸将果仪之 马超 韩岁 侯选 陈寅 杨秋 李勘 张恒 梁星 陈寅 马丸等十部接返 其中十万 屯聚同官 操遗安息将军 曹仁都诸将聚之 赤令兼毕物与战 命武官将批留守夜 以奋武将军陈玉参批军事 门下都广陵徐宣位 左护军 刘统诸军 乐安国 冤为居服长使 统刘氏 秋 七月 操自将及超等 议者多言 关西兵袭长矛 非精选前锋 不可当也 操曰 站在我 非在贼也 贼虽袭长矛 将时不得已赐 诸军淡官之 八月 操制同官 与超等加官而军 操及持之 而浅浅徐晃 朱灵已步骑四千人渡谱版经 据河西未营 润月 操自同官北渡河 兵重仙渡 操独与虎士百渔人流难 暗断后 马操将不齐万渔人攻之 使下如雨 操游巨湖床不动 许主扶操上船 船宫中流使死 主左手举马鞍以臂操 右手刺船 校尾丁匪 放牛马以耳贼 贼乱取牛马 操乃的度 遂自扑板渡西河 寻河为永道而难 超等退聚未口 操乃多舍一兵 潜以周载兵入位 为扶桥 业 奋兵结营于未南 超等业攻营 扶兵即破支 超等屯未南 潜性求歌合以兮请合 操不许 九月 操进军 西渡位 超等数挑战 又不许 故请歌帝 求送任子 假许以为可为许之 操赴问计策 许曰 离之而已 操曰 解 含岁请与操相见 操与岁有救 于是交马与仪时 不及军事 但说京都就顾 俯首欢笑 实情 胡观者 前后重踏 操笑未知曰 尔玉观曹公邪 亦游人也 非有四目两口 但多志尔 记罢 超等问岁 攻和言 岁曰 摩索言也 超等一知 他日 操又与岁书 多索点窜 如岁改定者 超等月一岁 操乃宇克日会战 先以清兵挑之 战良久 乃纵虎其夹击 大破之 展成仪 李勘等 岁 超奔梁州 阳秋奔安定 朱将问操约 初 贼首同观 未北到缺 不从河东 即逢一而返首同观 引日而后北渡 河野 操约 贼首同观 若无入河东 贼必引首诸金 则兮何未可渡 无故圣兵向同观 贼兮重难守 西河之备须 故二将的善取西河 然后引军北渡 贼不能与无真西河者 以二将之君也 连车树炸 未永道而难 继位不可胜 且已示弱 杜魏未兼累 鲁制不出 所以交之也 故贼不为迎累而求割地 无顺言许之 所以从其意 使自安而不违背 因处士族之力 一旦即之 所谓即雷不即掩耳 兵之变化 故非一道也 未经许之 十,观中诸将每一步道,操折有喜色。 诸将问其故,操曰,观中长远,若贼各依贤祖,真知,不依二年不可定也。 经皆来及,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君无是主,一举可灭,未功差异,无是以喜。 冬,十月,操自长安北珍阳秋,为安定。 秋将,赴其爵位,使刘府其名。 十二月,操自安定海,留下侯渊屯长安。 以义郎张继位经赵颖。 继昭怀流明,心腹献意,百姓怀之。 岁,操之盼也,鸿农,逢亦献意多应之,河东名独吾一心。 操与操等家卫卫君,君时亦仰河东。 即操等破,余处上二十余万湖,操乃增河东太首度机制中两千十。 福丰法正为刘张军义校尉,张不能用,又为其周礼聚乔克者所比,正意亦不得志。 一周别嫁张松与正善,自负其才,存张不足与有味,尝窃叹息。 松劝张劫刘备,张曰,谁可使者,松乃举阵。 张使正网,正慈谢,扬卫不得已而行。 还,为松说被有雄掠,密谋奉代以为周主。 惠曹操浅宗咒向汉宗,张文之,内怀恐惧。 松应说张曰,曹公兵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姿以取属土,谁能遇之。 刘玉舟,使君之宗士而曹公之身仇也,善用兵。 若使之讨鲁,鲁必破矣。 鲁破,则亦周强,曹公虽来,无能谓也。 荆州中诸江庞兮,李懿等,皆是公交豪,欲有外溢。 不得玉州,则敌公其外,明公其内,必败之道也。 张然之,遣法阵将四千人迎备。 主部巴西皇权建约,刘左将军有宵明,经请道,欲以不屈欲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克里呆,则一国不容二军,若克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类软之为。 不若必尽以呆时轻。 张不听,出权位广汉长。 从事广汉王类,自道陷于周门已见,张义无所乐。 法阵至荆州,因献策于刘被曰,以明将军之英才,陈刘木之之懦弱,张松,周之骨功,响应于内,以取一周,有返长也,被夷未决。 庞统言于被曰,经周荒残,人物丹静,东有孙车旗,北有曹操,难以得志。 经亦周户口百万,土卧财富,成得以未资,大业可成也。 被曰,经止于无畏水火者,曹操也。 曹以吉,无以宽,曹以报,无以仁,曹以绝,无以忠。 媚欲操反,是乃可成而。 经以小利而施性亦于天下,乃何。 统曰,乱离之时,故非一道所能定也。 且兼若宫妹,逆取顺手,古人所贵。 若是定之后,封以大国,何复于性。 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而。 被以为然,乃刘诸葛亮,关羽等守荆州,以赵云领流营司马,被江部促数万人入一州。 孙权文被西上,浅舟传迎妹,而夫人玉江被子禅海吾,张飞,赵云乐兵结江,乃的禅海。 刘张赤在所供奉贝,被入境如归,前后赠亿以据一计。 贝至巴郡,巴郡太守延延辅心探约,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这也,被自江州北游殿江水一浮。 张律不齐三万余人,车臣障漫,金光耀日,往会之。 张松令法镇白贝,便于会席张。 贝曰,此事不可仓促,旁统曰,经应会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周也。 贝曰,出入他国,恩信卫者,此不可也。 张推贝行大司马,领司立校尉,贝易推张行正西大将军,领益周目。 所将将士,更像之士,欢迎百余日。 张增贝兵,后加资给,使及张鲁,又令都白水军。 被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甚。 张海臣教,被北道加盟,为己讨路,后数恩得已收重心。 孝宪皇帝,新建安十七年,仁臣,公元二一二年。 春,真月,曹操还夜。 赵操赞败不明,入朝不屈,见吕上殿,如萧何故事。 操之西真也,何坚明田盈,苏伯返,山洞幽,记。 五官将批语自讨之,公曹长陵曰,北方利明,乐安艳乱,浮化已久,守善者多,赢,博犬阳相聚,不能为害。 方金大军在远,外有强敌,将军为天下之阵,清运远距,虽克不武。 乃遣将军甲信讨之,应时克灭。 于贼迁于人请将,义者皆曰,公有旧法,为而后将者不设,陈玉曰,此乃扰攘之计,全时之仪。 今天下略定,不可诸之,纵诸之,宜先启文。 义者皆曰,君是有专无请,御曰,凡专命者,未有临时之吉尔。 经此贼志在甲信之手,故老臣不愿将军行之也。 批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诸。 继而文玉之谋,圣曰,曰,君非图名于君记,又善处人父子之间,故时,破贼文书,以意为时。 国冤上首集,皆如其实术,操问其故,冤曰,夫真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术者,欲以大无功,耸明听也。 和奸在封域之内,迎等叛逆,虽克解有功,冤妾此之。 操大悦。 下,五月,鬼位,诸位位马腾,宜三族。 六月,庚营会,日有时之。 秋,七月,明。 马超等于中盾蓝田,下侯冤即平之。 鹿贼良心寇略语,诸现恐惧,接济至郡下,义者已为当已救贤祖。 左逢义正魂约,心等破散,藏窜山谷,虽有随者,律邪从而。 京当广开降陆,宣遇威信。 而保险自首,此事若也。 乃具立名,至成郭,为守辈,慕名逐贼,得其财务妇女,时已欺赏。 明大悦,皆愿补贼,贼之师妻子者皆还,求将,魂则其的他妇女,然后还之。 于是转向寇道,党与离散。 又潜立名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御之,出者相继。 乃使诸献掌力各还本至,以安及之。 新等聚,将于从聚录成。 操使夏侯冤注魂讨之,遂展兴,于党西平。 魂,太之地也。 九月